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俄罗斯最新航母方案曝光 吨位较前大幅缩减 从俄罗斯的实际情况来看呢 航母越设计越小 技术水准越放越低 美国海军新一代舰艇升级计划屡遭挫折 暴露出诸多问题 严格说这三个舰就是因为新技术用的太多 所以说都不成功 美国海军提出未来十年领航计划意图加速变革 美国海军现在已经放弃了赌在对手家门口的这种进案作战的方式 尽管美军有着极其丰富的联想 但实战跟现在的设想有可能会有重大的反差 军事专家陈虎 杜文龙 秦真 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送来 据美国大众机械杂志网站1月20号报道 时任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 在被问到一个有关F35战斗机的问题时 将其形容为一坨某某 他迅速收口 但外界都猜到他讲的一坨后面原本打算讲什么 1月23号 大众机械又援引航空周刊与空间技术的报道称 美国空军对F35的低性价比仍无可忍 正在认真考虑订购更多的F16战斗机 据悉 每架F35A战斗机的成本高达1.1亿美元 虽然这一数字正在逐步降低 但仍远高于最初承诺的5000万美元 而F16多年来不断升级 其综合作战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21号报道 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当天表示 苏-57战斗机的第一架 已交付给俄南部军区的一个航空团 新闻稿中说 今年阿姆尔河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 将把5架苏-57多功能战斗机 转交给俄罗斯武装力量 2024年年底前 俄武装力量将接收22架苏-57 2028年前将接收76架 据东海舰队发布微信公众号 1月25号报道 1月下旬 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 052C型导弹驱逐舰济南舰 054A型导弹护卫舰长洲舰阳洲舰 组成三舰编队 在东海某海域展开实战化训练 在连续数个昼夜的训练中 编队全程融入战术背景 立足实战需要 先后完成主炮射击 时射反潜火箭深弹 区域防空 联合搜救等20余个客幕的实战化训练 有效提升了编队战斗力水平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 大家看 今天我们将继续邀请军事专家 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 欢迎陈老师 主持人好 好 我们来看看第一条 为了重塑俄罗斯海军大国形象 俄方近年公布了不少新航母设计方案 但由于目标定的太高 这些方案最终只停留在模型阶段 最近俄罗斯又公布了新版航母设计方案 指标和吨位大幅缩水 那么俄罗斯海军能否将这一设计变为现实呢 据防务世界网站报道 俄罗斯涅夫斯基设计局 日前公布了一艘通用海上战舰 和一艘通用登陆舰的建造计划 其中前者代号维瓦兰 实际上就是一艘航空母舰 与现役的库斯涅佐夫号相比 这次俄罗斯的新航母设计方案 将排水量降低至4.5万吨左右 并且在动力上也不再追求昂贵的核动力 改为常规动力 外形设计上采用了双舰岛设计 预计搭载24架多用途战斗机 6架直升机与20架无人机 该舰设计长度约250米 宽约65米 吃水深度9米 大小核吨位跟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差不多 据悉俄罗斯去年7月已经开舰两艘4万吨以上的23900型两栖攻击舰 来自广州的网友海浪提问 前年俄罗斯曾经提出一个海牛级的航母设计方案 是9万吨机的核动力航母 为什么现在越设计越小呢 从俄罗斯的实际情况来看 航母越设计越小 技术水准越放越低 实际上是越来越脚踏实低 多少年来俄罗斯一直有一个航母梦 那么过去距离实际建造可能时间还很久 所以它尽可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出各种先进的设计 但是越到接近于实际建造 它的各项指标就会越接近于实际能力 有美国媒体建议 俄罗斯专注于两艘4万吨级的两栖攻击舰放弃造航母 陈老师对此您怎么看 两栖攻击舰和航母相比起来 两栖攻击舰的多任务性能比较好 但是它的远洋的制海能力比航母要差得多 如果说俄罗斯专注于建造两栖攻击舰的话 那么意味着俄罗斯未来在远洋兵力投送的时候 对付相对较弱的对手型 如果对付较强的对手 那么肯定就要吃亏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美国媒体这个说法 某种程度上也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向俄罗斯发声 你可以具备一些远洋投放能力 但是劝你不要造航母 不要具备强大的远洋投送能力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近年来商业化火箭发射成为探索太空的重要方式 从最初的陆基火箭发射到海上平台发射 再到重复回收技术出现 火箭的发射花样百出 近日美国一家公司开着飞机完成了一次空投火箭发射 据美国太空新闻网站1月17号报道 维珍轨道公司的发射器一号火箭 在当天进行的第二次空射测试中 成功点火飞行并将载荷送入轨道 展示了这款历经多年研发的空中火箭发射系统的能力 报道称 一架改装波音747客机于当天下午1点38分起飞 该机携带着发射器一号火箭 从南加州海岸飞至太平洋上空 并于2点39分左右发射了这枚火箭 此次发射任务的客户是美国航空航天局 尽管在试射中携带了有效载荷 但维珍轨道公司在发射前强调 试射的主要目的是进行飞行器测试 来自吉林长出的网友开心一天提问 同样是火箭发射相比其他平台 空中发射有什么优势呢 空中发射呢至少我们说有三大优点 第一大优点是因为这个火箭发射的时候 已经具备了相当的高度和速度 所以说它的载荷比可以更高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呢 空中的这种发射方式 它不受地面发射台架的限制 所以它的发射地点和发射方向 是可以灵活选择的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因为没有地面发射的这一套设备了 所以这个火箭发射需要的技术支援 人员都会比较少 所以它的持续发射能力就会相对比较强 陈老师通过空中平台发射火箭 这种技术具有怎样潜在的军事价值呢 这个潜在的军事价值是相当大的 因为我们看空射运载火箭优点 三大优点 实际上都和军事运用时挂钩的 那么第一个优点呢 意味着你用一个比较小的导弹 就可以打得更远 或者说载荷更大 第二个呢 你因为其他的支援力量相对比较少 这样一来比地下发射井的发射 就要简单的多 那么第三个呢 它的发射频率可以更高 这儿适合你大量发射远程导弹 对对手实施攻击 所以呢 现在实际上大家也都在探索 这一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 我国西北高原地区遍布山地丘陵等高海拔复杂地形 如何加强运输能力 一直是后勤保障供给的难题 不过近期我军有一款神器投入使用 使高原地区复杂的地形 在战士们的眼里变得一马平川 近日在有关解放军新疆军区边防部队的 一则高原后勤保障报道中 一款用于高原物资运输的新型全地形车公开亮相 据悉该车载重量大爬坡能力强 有效解决了高原助训部队物资运输困难的问题 极大的保障了高原助训官兵的训练生活需求 据介绍这种新型全地形车采用非金属履带结构 皆是耐用又不损坏路面 该车机动性能超强 爬坡能力超过了35度 就算是在高原雪地 它也可以拖挂重达1.5吨的物资 平均时速达到40公里 爬坡过坎如履平地 来自江苏沿城的网友漫天飞雪提问 全地形车和一般的履带运输车相比 具有怎样的优势呢 全地形车和普通的履带运输车相比 最大的优点在于全地形三个字 我们从外形就可以看出来呢 全地形车的履带比普通的履带装甲车辆 它这个履带要宽得多 履带宽意味着对地面的压强小 那么它在松软地面的通过能力就更强 而且它不光对地形条件的适应能力很强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很强 比如说全地形车一般它是带有加温器的 那么即使在低于零下50度这样的极端的气候下 它的发动机依然可以正常的启动 好 感谢陈护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 欢迎登陆福建省广病史集团官方客户端海伯TV 或关注东南军情今日头条号和抖音号 点播回看我们的节目参与留言互动 好的观众朋友 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 近期在美国新旧政府交替之际 美媒披露了美军谋图维持世界霸主地位的路线图 其中美国海军加速变革尤为值得关注 据美国星条旗报网站1月11号报道 美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上将等高官 推出了领航计划路线图 阐述了美国海军今后十年内的优先事务 重点是发展由有人和无人驾驶舰艇组成的 大型混合舰队的能力 企图让美国在海上对中国和俄罗斯 保持长久的军事优势 然而美军新时代舰艇研发可谓是一波三折 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因故障被暂停交付 星座级新型护卫舰 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 面临严重超支的风险 福特号航母也迟迟无法形成完备战斗力 那么美国海军的领航计划 究竟有没有实现的可能 其造舰计划评遭遭挫折 暴露出哪些问题 本期我们邀请了军事专家 杜文龙、秦真、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1月19号报道 美国海军近日停止了自由级滨海战斗舰的交付进程 美国海军在一份声明中称 该型军舰动力系统的组合齿轮存在明显缺陷 据悉组合齿轮是将舰艇动力传输至喷水推进系统的变速结构 由德国伦克公司设计 目前自由级滨海战斗舰总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正在和伦克公司协商修复齿轮问题 资料显示 自由级滨海战斗舰舰长115米 满载排水量约3500吨 装有两台英制MT30型燃气轮机 和两台法制皮尔斯蒂克柴油机 四台柴油发电机组提供电力 原设计航速可达47节 约合每小时87公里 但在实际使用中问题频发 2015年末 密尔沃基号滨海战斗舰 在首航途中便发生故障 2016年初 沃斯堡号的组合齿轮发生故障 2020年 小时程号和底特律号 也遭遇发动机停车事件 据美国防空新闻网站去年7月报道 美军最早的四艘滨海战斗舰 将于2021年3月退役 以节省成本 这次搜舰分别为自由号 独立号 沃斯堡号和科罗拉多号 而实际上 其舰艇寿命仍胜于 12至17年不等 据美国海军 2010财年的预算文件显示 建造一艘自由级 滨海战斗舰的成本为 6.37亿美元 独立级则为 6.03亿美元 从昔日的科幻战舰战舰到今日被美媒戏称为漂浮垃圾堆 美军滨海战斗舰的地位为何会迅速一落千丈呢 杜老师 从海战主角到昔日花花 冰海战斗舰一路走得特别坎坷 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 第一呢 设计太复杂 按照三个模块可以执行对地对海 包括防空反导作战任务 它一个没有完成 而且各种武器装备 所谓模块化的节奏非常慢 通过改进之后 要在很长的周期 才能够担负多种作战任务 跟之前综合作战功能相对齐全的 护卫舰相比有重大落差 另外呢 它的技术状态非常差 被称为海畅火柴盒 从美国向亚太地区部署 中间漏油着火现象非常严重 而且在新加坡进行的各种眼泪行动 让寄予厚望的美军感觉到非常失望 扮演海盗的作战舰艇 已经相当疲惫 但是主炮依然没有打出任何一发炮弹 所以无论是从成本能力的落差去分析 都存在着重大隐患 之前所谓近海作战先锋 现在已经沦为 美国今后海战武器装备中的备选项目 今后出口 甚至是赚取外汇会成为最终宿命 在滨海战斗舰暴露出诸多不足以后 美国海军开始思考下一代护卫舰计划 据防务新闻网站报道 2020年4月30号 美国海军宣布下一代导弹护卫舰 FFG-X项目 由意大利分坎D尼集团中标 并和其签署了价值7.95亿美元的 首舰细节设计与建造合同 连同附加合同总价值12.81亿美元 2020年10月初 美国海军将该型护卫舰的首舰 命名为FFG-62星座号 意味着该型护卫舰被称为星座级 首批建造合同共计10艘 美国海军部长肯尼斯·布雷斯威特表示 美国海军希望未来能够获得 60到70艘星座级导弹护卫舰 另据美国海军研究学会新闻网报道 星座级护卫舰将于2021年下半年开建 该项目负责人凯文史密斯表示 预计每艘星座级护卫舰开销 将达到7.95亿至12.8亿美元之间 其中后续舰的价格范围 将在8亿美元到9.5亿美元之间 前10艘护卫舰将约花费87亿美元 资料显示 星座级护卫舰设计舰长约151米 宽约20米 标准排水量为6000吨 满载排水量则高达7291吨 这近乎是俄罗斯海军未来主力 22350型护卫舰排水量的两倍 武器装备方面 该舰安装有4座8连装 共32单元MK41垂发系统 1座MK11057毫米口径舰炮 4座4连装共16单元的 NSM海上打击导弹系统 在电子系统方面 星座级护卫舰堪称高配 采用了ANSPY6第三型的 三面阵相控阵雷达 TB-37多功能拖曳阵列 极限时版本的 宙斯盾系统等先进设备 有分析人士认为 星座级护卫舰称 世界最强护卫舰 2021年1月12号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 迈克尔吉尔迪上将表示 星座级将成为美国海军 设计和建造 下一代导弹驱逐舰的模板 对此防务新闻评论称 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理念 是让美国海军回归到 基于现有技术建造开发舰船 而不是围绕正在开发的 技术设计舰船 出于这个原因 美国海军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美国海军停滞十多年后 重新开发护卫舰 能在保证质量 并且不超支的情况下完成吗 另外星座号虽然名为护卫舰 但它的吨位与价格 甚至远超其他海上强国的驱逐舰 魏老师对此您怎么看 首先我认为美国海军正在转型 因为此前它走得过快 走得过急 吃了很多亏 像它的中母无尔特级的驱逐舰 用了很多全新的一些技术 结果导致作战平台非常的不靠谱 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在打造 下一代护卫舰的时候 那么它是采用一种保守化的路线 那么我们可以看 星座级护卫舰 它的外形并不是特别的科幻 甚至可以说并没有采用太多的新技术 但是它非常注重这种远洋的 综合的作战能力 这说明美国海军现在已经放弃了 堵在对手家门口的这种 近岸作战的方式 还是希望这种远洋型的护卫舰 可以有效的保护航母和核潜艇 控制纵深的海上区域 在大洋上成为一种主力的护卫舰 但是虽然它的名字叫做护卫舰 其实已经达到了驱逐舰的标准 排水量7000多吨 防空反舰反潜火力一应俱全 甚至还配备有相控阵雷达 所以我认为这种星座级的护卫舰 还是针对美国航母编队在远洋和强大对手 要争夺制海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 那么作为一个全新的项目 想要不超支是不可能的 因为最近美国海军所有的大项目 它都是成本超支的 但是美国海军已经没有办法 如果说星座级的这种远洋级别的护卫舰 不尽快上马 那么未来它的航母编队 甚至包括它的两栖作战集群 都会面临护卫兵力缺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美国海军对星座级护卫舰寄予厚望 美媒甚至放出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狠话 这款军舰对于美国海军意味着什么 未来会如何使用它呢 秦老师 我们知道这个护卫舰 现在一般来说是 在海军当中的构成当中 它也算是主力的水面战斗舰了 护卫舰实际上是 主要这个海军水面舰走量的 这么一个舰种 当年美国的佩里吉士 一共造了55艘 所以在当下美国的这个军舰 实话说它又想搞这种 大舰队什么300多艘舰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走量的舰 那么走量的舰 它现在就想搞这个星座号 为什么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个就是之前它无论是 福特级用什么的这个电磁弹射呀 珠穆尔特号这么科幻的一个外形 然后滨海战斗舰又过于强调速度 但实际上战斗能力很低 之前连反舰导弹都没有 后装的嘛 所以实际上严格说这三个舰 就是因为新技术用的太多 所以说都不成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要提出这么一行 既要走量 但是又能保证它一定性能的这个舰 就提出这么一个星座级 因为它采用了很多成熟的技术 比如说它舰体采用的是这个 叫欧洲多功能护卫舰 主要意大利搞的 它直接拿过来 然后上边的这个设备 它用的这个无论是锤发系统 无论是宙斯盾系统等等 它用的都是成熟的系统 保证成熟度的主要原因 也是它怕它失败 因为一旦失败 它就无法跟这个潜在对手竞争了 我觉得这个地位作用 可能还是这个护卫舰的 一个传统的一个地位 那么它就是给航母提供一个 防空反潜反舰的这么一个能力 甚至于必要的时候 要当这个肉盾来保护航母 原来美国的佩里吉 必要的时候就要当肉盾 就绑着反舰导弹 然后必要的时候 它也可以单独的执行业任务 比如到各个大洋去 要务扬威 到它的这个潜在对手家门口 去进行窥视 去进行巡航 去显示它的存在感 到人家那个专属经济区 专属海域去航行等等 所以它执行的任务 基本上还是一个传统的任务 在美国海军规划的 新一代水面舰艇中 原先被寄予厚望的福特号航母 因各种原因 迟迟无法形成完备战斗力 让美国海军十分头疼 据美国大众机械杂志网站 1月12号报道 在加入美国海军三年后 福特号航母的老毛病 仍未得到解决 这限制了福特号航母的直战能力 福特号是美国21世纪的超级航母 采用了大量全息设计和颠覆性技术 意在确保美军未来几十年的海洋霸权 美军最初预计 福特号每天可出动160架次飞机 比现有的尼米兹级高出33% 据料大量新技术 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战斗力 还给福特号航母埋下了巨大隐患 该舰2013年11月下水 2017年7月22号 正式进入美国海军服役 然而却迟迟无法形成战斗力 原因就在于 海狮中发现福特号先进设备的故障率太高 首先在电磁弹射装置方面 该系统测试主管罗伯特·贝勒表示 理论上电磁弹射器平均每弹射 4166次时才会发生一次故障 但在实际中 平均每隔181次就会发生一次故障 超出理论值23倍 2020年发生的两次故障 曾导致弹射器停用三天的重大事故 其次福特号的灼箭电磁阻拦锁也故障频繁 理论频率为16500架次灼箭故障一次 但实际每48架次就会出现故障 超出预期340多倍 此外福特号所配备的电磁驱动升降机也存在问题 2017年福特号服役时 11部电磁升降机中只有两部能用 现今也只有6部可用 2019年年底 时任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莫德利下令 到2021年3月底前 福特号必须交付所有维修文件 2021年6月底前 必须完成剩余5台升降机 以便完成作战系统测试和认证 但如今这状况仍未得到改善 据悉 福特级航母每艘造价高达近130亿美元 2号舰约翰·肯尼迪号已于2019年10月下水 由于成本过于高昂 美国海军高层一直有声音 要考虑新的替代方案 包括换用更轻更便宜的闪电航母 以及建造能发射更多导弹的潜艇 美国军方给福特号制定了解决问题的时间表 但目前来看估计够呛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魏老师 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很大很先进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虚弱的巨人 因为美国海军对于福特级航母的这种技术水平要求太高 比如说像这种电子弹射器 甚至包括这种全新的升降机系统 那么由于堆砌了太多的新技术 过于创新过于求情 就导致相关的造船企业在制造方面遇到了很多的技术障碍 那么电子弹射器确实有优势 但是现在这个电子弹射器是不靠谱的 在测试的过程当中频繁的会出现故障 大家都知道一个航母它进攻能力的体现 其实主要还是靠舰载机部队 那么如果你航母上的先进舰载机像F-35C 包括这种先进的这种舰载无人机 你都弹不出去 那么整个的航母就变成了一个海上的机库 而不是机场 那么它的作战能力可以说就会被大打折扣 所以现在美国海军是非常的焦急 以前过于求心 现在也是自偿恶果 美国计划换用更轻更便宜的闪电航母 以及建造能发射更多导弹的潜艇 来替代不争气的福特级航母 杜老师真的能替代得了吗 目前看没有办法完全取代 美国所谓的海上霸权 航空母舰是个重要符号 虽然在目前超高声速武器装备 弹道式反舰导弹的威胁面前 航空母舰的生存能力正在严重下降 但是如果通过两栖舰闪电航母数量的不断增加 也能够起到一定的补偿效果 比如大国竞争使用重型航空母舰 尼米兹福特可以承担所谓历史重任 如果对中小国家甚至是在热点 不是特别高的地区使用闪电航母 也能够起到一等威慑作用 总之大型作战变艇 无论是航空母舰两栖舰 目前在海上的生存系数正在快速下降 无论是什么样的堆位 无论什么样的规模 都难逃各种超高声速武器的打击 所以今后在海上游艺的时间越长 部署的数量越大 能够跟损失最大化成等号 潜艇如果加装更多的导弹 形成水下核武库 这种打击效果能够提高 但是威慑能力会严重下降 美国之所以保持强大的各种潜艇编队 目标就是形成水下幽灵的威慑效果 如果海面看不到 水面看不下 很有可能会出现其他方面的负面效应 对于美国海军形成海上优势 没有太大的帮助 福特号航母暴露出了 美军高科技装备的另一面 但眼下更让美军头疼的是 哥伦比亚级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建造进展 也是一波三折 据美国海军研究学会新闻网 1月14号报道 1月份美国国会下属的 美国政府问责局2021财年预算报告估算 第一艘的采购费用为143.93亿美元 2024年采购第二艘 预计采购成本为93.26亿美元 全部12艘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总采购费用 将高达1098亿美元 第一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采购费用 竟然高达144亿美元 这已经超过美国核动力航母的价格 秦老师 它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因为是这样 就说整个各种武器装备 特别是军舰的研制 它实际上都要把研制费 得揉到最终的价格当中 特别是像对美国这样一些企业 美国军科企业严格说都是私企 他们更不可能做赔本买卖 他一定要把研制费 科研费揉进去 将近144亿美元的费用当中 真正建造费用只有大概83亿多美元 然后剩下的60亿美元是什么 它叫做研究设计和非经常性工程费用 我的理解就是一个研制费 因为它全新的舰种 它早期的潜艇 它要造一个缩笔的模型 那么无论是你全新研制 还是你用弗吉尼亚籍 或者海狼籍的一些成熟的系统 总之你要集成在哥伦比亚籍上 要做一定的实验 所以这个实验费用还是很高的 总之这个研制和生产单位 它不能做亏本买卖 包括它要维系 它的科研人员的队伍 维系工厂的工人的队伍 维系他们的技术的传承 他们也要涨工资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个人认为美国 它现在进入一个怪圈 就是它整个武器装备的研制 采购 包括后期的使用 维护 升级 这个成本都是非常的高 当然这个和大环境也有关 就是美国它的军火工业高度垄断 特别是造船企业 就这么几个企业 反正这个美国像潜艇 像这个航母它都有完全要自己掌握 那就这么几个船厂 这几个船厂又没什么民品 全都吃这个军品 反正我就这么多钱 你看着办 你要不找我来制造 你找别的单位 你找外国那不可能 所以它这个溢价能力很差 军方也不得不接受 哥伦比亚级核潜艇设计进度已经明显落后于原计划 魏老师 您认为这是什么问题呢 好的 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呢 我们看它的个头并没有额害额级那么大 但是呢 它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 那么服役之后呢 还会使用三叉戟系列的前射弹道导弹 但是呢 也预留了这种换装的一个空间 可能以后还要装备前射的高超音速导弹等等等等 所以呢 它的这种通用化的设计就导致它的内部结构 甚至包括它的这种建造会变得极为复杂 所以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就是麻烦不断或者是毛病不断 那么如果说美国海军这种过于创新 过于求新的思路不能改变 不能回到务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那么它的核动力航母包括新一代的战略核潜艇 可能都会由于使用过多的新技术和新理念 导致迟迟无法生成这种作战能力 所以我认为哥伦比亚级的战略核潜艇 现在来看这个项目的经费还要不断的追加 那么美国海军还要和造船厂 包括设计单位之间不断的扯皮 由于造舰过程中出现种种弊端 美国海军决定加速变革 日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上将 推出领航计划路线图 引起了外界广泛关注 据美国星条起报网站 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网等1月11号报道 美国海军当天以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上将的名义 发布了一项新的领航计划 阐述了美海军今后十年的优先事务 其目的是为了让美国海军在海上 对中国和俄罗斯长期保持军事优势 在报告中 吉尔迪花费了不小的篇幅 渲染所谓中国和俄罗斯海军的威胁 特别是对于中国 吉尔迪声称 他们对美国优势的挑战 使其成为我们最为紧迫的长期战略威胁 报道称 这份领航计划包含四项重要路线纲领 四个关键词分别为战备 能力 容量和海员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能力和容量这两项 能力指的是建设更致命 廉洁性更好的舰队 到20年代中期建立起新型海上作战架构 包含有弹性的指挥 控制 通讯 计算机 网络 情报 监视 侦查与目标获取 要发展射程更远 速度更快的武器 容量指的是要建立更大的混合舰队 不过舰艇数量并非唯一重要因素 舰队的构成更重要 美国海军决心按时获得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 并继续建造福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 报告称 无人平台在未来美军舰队中将扮演关键角色 到20年代末 海员必须具有与无人平台 并肩作战的高度信心和操作进入 美国舰队的未来也将发展更多中小型的水面军舰 如星座级导弹护卫舰 不过吉尔迪特别强调 这并不意味着美军不需要大型战舰 他认为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和下一代驱逐舰都很重要 美军提出的领航计划中 发展有人和无人驾驶舰艇组成的大型混合舰队 是一大重点 在可预见的未来 海上无人平台究竟靠不靠谱 未来美军又将如何使用 有人无人混合舰队进行作战呢 杜老师 如果网络技术够发达 今后美国的海上分布式网络打击 能够形成一阵的作战功能 目前美国海军发展方向是 颠覆海战模式 改变海战规则 把比舰支 比吨位 比火力单元的这种样态进行更换 通过各种网络的组合 实现有人与无人的联合作战 高亨线地区 有水下的潜航器 水面无人作战舰艇和无人机 共同承担 那么在其他的方向可以以有人无人的方式进行联合作战 但目前看呢 网络技术的稳定性非常差 如果被截获 或者是被劫持 被破译 这些无人装备会面临重大的风险 从本身去分析 它没有办法分辨敌武 如果在作战行动中 通过网络的行动被截获 那么这些海上目标 海上战友 能不能够为联合作战做贡献 这都是巨大问号 所以隐患非常大 尽管美军有着极其丰富的联想 但实战跟现在的设想 有可能会有重大的反战 好的 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 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 获取更多的银视频资讯 您可以扫描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或关注东南军情 今日头条号和抖音号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 继续锁定东南军情 我是梁秋雨 下周见